想吃聖誕大餐 不一定去酒店或高級餐廳 屋串都可以找到美景和美食 $288就有四道菜了 這間在李正屋商場的咖啡店 呈現日式蟬系風格 宅值Wabi Sabi的精髓 佔地3000呎的空間 和高樓底都是同區小見 簡潔的環境又大又舒適 為繁忙的李打造一份靜心 而最近就有五隻布偶貓店長加盟 連行政總廚都對牠們疼愛有加 有時我下班 在別處都回來看看牠們 有時有空過來IT時 又去看看牠們 始終貓都要人愛惜 你愛惜牠就很死心踏地地跟著牠 一般動物都是這樣 除了貓媽媽千千比較定之外 四隻貓仔好奇又細膽 每日都有小小時間出蠢 大家要小心呵護 不要勉強抱牠們 今次的聖誕節套餐 由法國回流的總廚Ray哥負責 頭盤和主菜都可以二選一 部分菜式刻意運用亞洲食材和調味料 呈現在西菜之上 這裡翠樹大蝦結合中式地中海菜和印度菜特色 紅當當的醬料 用了紅花椒、長尖椒和芫荽等炮製 配上煎大蝦和清爽的青瓜沙沙 連薯仔波波都是Ray哥自家製 煮了四小時的野味湯 用了火雞骨和火雞殼牛仔 再加上薯仔、香菇、洋蔥和羽衣甘藍等一起煮 非常特別 這道前菜是參考了中廚的意見 反覆研究而成 做法非常講究 汁料用了花椒、滋鹽、芫荽籽和青花椒等 連同煎香的牛栗條慢煮18小時 之後再將牛栗條炸至松菜 而汁料再加入燒番茄打融 濃縮的番茄甜味代替了村菜中常用的酸菜 令這道菜更為獨特 以56度低溫慢煮6小時的新西蘭羊架 外層鋪出麵包糠和香料 先慢煮再煎香 大廚說這樣可以保持整塊羊扒都夠嫩滑 除了骨架之外幾乎淡淡肉 食盡所有部位 豬腿先浸黑醋去酥味 特別之處就是它的汁料 加了炒香乾蔥、薑、黃糖 再慢慢加黑醋帶出甜味 代替西餐時常用到的蘋果 再放入煎好的豬腿慢火煮成 烤火雞卷 用火雞腿和雞胸部位 熟成兩天後加入多種香料 如百里香、迷迭香和調味料 卷起後慢煮4小時再煎香 入口都夠嫩滑 連Rai哥都說非常難攪的一道甜品 難度就是在於煮黑豆和煮忌廉時都會出油 很難混合 Rai哥於是在控制溫度上下苦工 將黑豆蓉和忌廉各煮至60度離火 再分次混合才成功 大家一定要嘗嘗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哦 錢 感谢观看